从原本荒废的市场在104年 经由当时的首峰乡长张怀文 以及前文化局长陈淑美的协调之后 历经6年总经费超过了7000万元 成为了全国第一所现立考古文化馆 而在馆内典藏的80多万件文物 让进入到馆内的民众 回溯到4000年前的石器时代 台湾治愈技术的历史文化 花年县考古博物馆前身是首峰乡丰田市场 在张怀文议员时任首峰乡长时 协调无常委托文化局管理使用 考古馆从104年规划设计 总经费7200万元 现在大家在一楼可以看到的长设展里头 最大的核心就是以预期作为一个展示的主题 因为我们考古馆所在的地方跟周边的售峰乡 是史前预期的制造中心 那这预期的制造中心在5000年的过程当中 有贸易到整个南海的地方 到菲律宾到印尼到越南这些地方 那这在考古学上史前的预期的贸易 是一个重大研究上的突破 那它的发源地就在我们馆藏的这个地方 那所以这是花年县考古馆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当时参与设计规划的前文化局局长陈淑梅表示 他当时参观了台东考古文化馆之后有赶额发 就有了考古文化馆的成立念头 那了解到我们有很多的史前出土的这些预 这些作品是典藏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 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么丰美的文化 但是是放在台东 反而我们在地的花连人 对于我们曾经拥有的这么丰富的史前预文化 我们反而是体会不深 无所认识 所以当时就会盼望了 我们能够在这个区块 在考古的这个区块 有更多的努力 参与社会的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教授 刘毅昌教授也说 在多年前他就认为考古文化 会再度回到花连发扬 事实也证明了玉石的发源地 具有相当的考古文化资产 我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广 在全台湾各地都要向花连县来学习 要成立 为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话 所有的文物 所有的历史都应该回到地方 台湾的每一个地区 都有每一个地区自己的历史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在花莲市的将军府 做一个展览 花康山遗址发掘出土的标本 其中有很多很重要的预期 是怎么做的 当时我就预言 台湾考古的重心 会从台东移到花莲 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为什么 花莲是台湾玉的重要的产地 而且这个产地制造 玉的过程长达5000年 至今花东地区特殊的玉石文化产业 是考古文化馆的核心 未来将办理史前玉文化特展 结合玉石手作体验工作方 活络玉石文创产业 并邀请当地玉石业者展授玉石文创产品 再创地方产业的风华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活动